只要来了吧 各种费用都是我出钱 一个月我再给你一千块钱零花钱 我觉得少点 一千块钱 一月最少的两千块钱 贪心大妈来相亲 见面就要求大家每月给他两千块钱的零花钱 好好的一场相亲 直接被谈成了生意 结局舒服了 今天来相亲的是71岁的郭大人 在七年前的一天晚上 他的老伴突然得了疾病 晚上八点多 九点都上医院的 第二天的十二点十五就死了 心脏破裂 老伴的突然离开 让郭大爷有些无法接受 可能就是杨爷抓错了 抓这个特老猴子爱喝酒爱抽烟 我咋手的就叫他去了 老伴走后 郭大爷一个人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甚至有时他感觉孤独比死亡更可怕 人家说是肚子如年 就是一天的憋憋情 就像那个没有灵魂了似的 有个人回家有个奔仇 这回家也是进屋可以 出去上哪一流都也可以 就这样没意思 如今郭大爷渐渐从老伴去世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他决定要再找个老伴 重新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打一个体格好心格好的 说和老伴俩能投缘 郭大爷对未来老伴的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想让对方好好陪伴自己 同时郭大爷也表示 无论谁跟他在一起 生活上的开销一遇由他全部负责 郭大爷的老家在黑龙江 虽然他目前没有劳保 但在老家却有很多土地 每年这些地包出去就能收不少钱 另外这些年郭大爷还有一些积蓄 了解了郭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给大爷物色到一位大妈 一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还得不错 接下来郭大爷默默地做出一个暖心的动作 别看这小小的橘子不大 但却深藏了一番美好的寓意 看来郭大爷对李大妈还是充满期待的 接下来郭大爷主动介绍起自己的毛病 郭大爷既喜欢抽烟又喜欢喝酒 而对此李大妈的态度却和别的女人竟然相反 既然人家不介意自己的毛病 这边郭大爷也准备拿出自己的诚意 可让郭大爷没想到的是对此李大妈却并不买账 听了李大妈每月两千元的要求 郭大爷现场给他算了一笔账 郭大爷一笔账算下来 李大妈顿时觉得有点理亏 但他依然要据理力争 面对李大妈这种公然的以赚钱为目的的相接 红娘终于看不下去了 当场给李大妈就上了一课 那你就不找老伴他们就管你了 找的就不管你了 是这意思吗 那这是两个概念了 那不行了 可是姨呀 你这个生活上都让孰承担了 柴米油盐吃穿用度也不少钱呢 然后除了这些钱之外 你还要求孰每个月再给你存两千块钱 那你想想孰又能有多少呢 孰难道不想的是我也得留点老伴嘛 我也得养老啊 那大爸是两个人相互的呀 就是说我觉得太孤单了 咱俩在一起吧 对吧 你也没有那么孤单了 我又有人说话唠嗑了 这个才是找伴的意义呀 红娘的这番话可谓是思思入情 聚聚入礼 但李大妈这边依然有自己的打算 我要找老头谁讲话 家喊家喊存疑是吧 我这个过大伴我就不过的 陪大哥唠嗑说话啥呢 那么我再多拿出四千 郭大哥尽最大努力 又给加了四千 得寸进尺的李大妈 却又给还了一口 你两万块钱得了吧 这场面看上去哪里还是相亲啊 分明就是一场买卖的交易现场啊 坐在一旁的红娘再次看不下去了 找对象这个事吧 是说我真的在感情上有缺失 我想找个对象 零花钱那都是说 我有这个心意 我对你有这个情意 才存在着这个零花钱的事 那你俩说现在你多要四千 他说我在少给四千 你说你俩在这讲这个事 你不觉得这个事就变质了吗 是不是熟和爷 可红娘的这番劝导 却依然没有阻止二人讨价还价的节奏 你看这四千块钱实在是加不上去了 李大妈终于吐口了 虽然李大妈终于点头了 但红娘却觉得此时不像是相亲成功 倒更像是交易成功了 此时负责任的她 准备再次向二人进行确认 就是说你是现在真相同熟了 还是说觉得熟的钱出到位了 你可以 你们俩觉得彼此的人怎么样 人儿行 谁的大哥呢 我不知道 你那行不行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个得那么说 这个人儿的都没啥岔头 谁就这种地方 俺俩就都同意了就行了吧 行 你俩都同意了 行 你俩就是常来常往吧 好好处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请你帮我畅想一下 二人将来会是什么结果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